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意识深处穿越而来 无声地诉说着先民的爱 恐惧与信仰 距今五千年左右 中国太湖流域的两主地区 一度创造出高度发达的文化 古城 墓葬 祭坛 村落 军事 水利设施 玉器作法 从1936年开始 持续八十多年的考古发掘 其中最重大的发现 就是刻有这双神秘眼睛的器物 玉丛 这尊玉丛重6.5公斤 高8.9厘米 上射镜达17.6厘米 因其体积 重量及文士 均为现存玉丛之罪 而被称为玉丛王 它是1986年发掘返山大墓时被发现的 考古学家们当即断定 它上面刻画的 是一种类似饕餘的寿面文士 由于此前类似的文士 已有大量出土 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野外工作结束后 人们冲洗文物照片 却有了意外的发现 这双眼睛的两侧 纤细的几乎被人忽略的文士 原来是一双手 人类的手 仔细再看 手掌连接着有些不合比例的胳膊 顺势而上 这手臂主人的面孔赫然浮现 考古学家们此刻才意识到 这并非以往常见的 偷贴寿面文 而是极为罕见的 造型完整的神人寿面像 其中神人的姿态 尤其令人迷惑 双臂上锁 曲肘 五指张开 一副缩头前倾的模样 它是驾驭神兽的天神 还是神兽化身的人形 兽与人 究竟是不同的神 还是同一个神的不同面相 玉在中国文化中 具有特殊的地位 甲骨文和金文显示了中国自古就有以玉是神的传统 两主出土玉器的种类超过四十种 而完整的神人寿面图像 目前仅仅出现在贵族大墓出土的几件玉器上 这是否就意味着木的主人就是梁主古国的祭司 而雕刻有完整精美的神人寿面图像的玉丛 就是梁主 人与天神沟通的圣物 神人的头上是一顶戒字形的羽冠 布满放射状的线条 而这一符号也曾出现在七千年前和睦度文化遗物中 这是否意味着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 梁主神辉的符号异象 在其他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中也曾出现过 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 不同地域文化间 究竟发生过怎样的互动与流转 这双眼睛穿越五千年 注视着我们 引领我们一步步走向历史的深处